2023年末开始 Cosmos生态的项目肉眼可见的崛起 获得许多市场的关注 如果市场的热度能够持续 那么待会介绍的项目应该很有想象的空间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TalkChain的节目 我是C-Hash 上期视频发出之后 很多观众朋友们表示 对Cosmos的生态感兴趣 希望有一期视频可以简单介绍 Cosmos这个号称对标以太坊的巨大生态系统 DeFi喇嘛当中 我们选择Cosmos 会发现到原来有很多公链 都采用Cosmos SDK的技术 TVL排名前三的公链当中 Chronos和Kava这两条公链底下的项目 更是超过了100多个 这两条公链相对而言更加健全且封闭 如果你进入到这些公链当中 其实就没有必要再去其他的Cosmos的公链玩耍了 所以如果这两条公链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专门用一期视频来介绍其中的生态 而今天的视频我主要围绕在和Cosmos关系更加密切的几个项目 从热门到冷门 从DeFi到NFT 基本上看完这期视频应该就可以知道 资金来到Cosmos之后 你可以如何进行DeFi的操作 如何在各个公链当中流通 如何购买蓝筹的NFT代币 强烈建议各位观众朋友们 可以先看上一期关于埋伏Cosmos生态空头的教程视频 里头教各位埋伏了2024年巨大空头之外 也有适合新手小白的101教学 比如该怎么开设钱包 该怎么充值 可以帮各位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介绍今天的优质项目 第一个要介绍的项目是Osmosis 也是整个Cosmos生态当中 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交易所 它其实是一条在Cosmos上面的Layer 1公链 但主要负责的就是交易所的业务 如果你有跟随我上一期视频的操作 在Kyper的钱包当中充值了一些资产 比如Atom或者Celestia当中的Ti 任何在Cosmos上面的代币 基本上都可以在Omosi这个平台当中进行交易 比如说你的钱包里头 有Atom这个代币 你想要把它换成Injective当中的INJ代币 一般的做法 在过去大家可能会把Atom的代币 转回去中心化交易所 然后卖掉再买INJ的代币 然后再重新充值进来自己的钱包 而现在大家可以直接在 Omosi这个平台当中兑换代币 这里要和各位普及一个知识 我们任何的代币都会存储在自身的区块链当中 比如说Atom的代币会存在 这个叫做Cosmos Hub的区块链 Ti的代币会存储在Celestia的区块链当中 如果我们要在这个平台里头进行交易 我们就需要先把原本的代币 从原本的区块链当中 传输到Omosis的区块链 然后我们才可以在同一条链上面进行交易 听到跨链是不是觉得很复杂 但实际上超级简单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Access 然后点击Devilget 就可以把代币存进去了 相当于存入Omosis这一条公链 比如说我要把我的0.01枚Atom存进去 然后点击Devilget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就可以完成跨链的操作 要归功于Cosmos生态当中的底层技术 有超级多的项目采用Cosmos SDK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区块链 有点类似于一群的孤岛 而这些孤岛要实现通信呢 就会借用到Cosmos当中的IBC的技术 这是一个通信或者说跨链的技术 可以把某一条公链的代币 跨到其他公链当中进行交易 而且非常的安全 IBC的技术已经经过了时间不断的验证了 先不聊复杂的原理我们会来操作的部分 如果你已经把你的资产存入Omosis的平台当中了 你就可以来到SWOP的界面 随意地去兑换你想要兑换的代币 此外呢 你还可以去做LP 做流动性提供者赚取手续费的收入 在这个POO的界面可以看得见 不同的交易对它的年化回报有多少 个人觉得Osmosis和Atom的收益率还蛮可观的 如果你本身就持有这两个Cosmos的蓝筹代币 在这里做LP 可以获得122%的年化收益 其中90%来自于Osmosis代币的奖励 方法很简单 我们点击进去之后 我们点击Create a Position 点击Manual 点击Next 然后这就是一个Uniswap V3的界面 你可以设定要提供流动性的区间 一旦超过区间就没有办法获得手续费 而如果你的区间设置的太广 手续费的收入又会比较少 所以这里就要考验我们对价格走势的判断 选一个你觉得合适的区间 然后投入代币 然后点击确认 就可以完成提供流动性的这个动作 另外呢 程如刚刚所说的 Osmosis它实际上是一条区块链 除了他们本身做的这个现货交易所之外呢 在他们的区块链之下 也有其他的项目方做了借贷 合约交易等等的其他项目 我们可以在他们平台当中点击进去 就可以跳转到其他的项目了 你可以把你的代币存入进去 在这个平台当中做借贷的行为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甚至可以点击这个Propetual 去玩合约交易 但是这个合约交易所 个人觉得真的不是特别好用 交易队只支持一个非常非常的少 只可以做Atom的交易队 如果你真的要玩合约交易 我个人推荐各位 可以去看我之前做过的KiloX这期视频 这个项目呢 现在有空头的积分活动 个人感觉更加有利可图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右上角 去参与他们的交易挖矿 第二个要介绍的Cosmos生态项目 是Torchand和Omosis一样 它是一个跨链的AMM交易所 但是两家交易所实现的方式天差地别 在这家交易所当中 我们要添加流动性 只能与他们的平台代币RUNE相匹配 结果导致的就是 每个代币要进行兑换 就会非常的简单 因为每个代币之间都有一个共通点 都会和这个平台代币进行连接 所以每一次交换的时候 只需要经过一次的步骤就行了 不需要像一般的AMM一样 有时候要经过好几层的不同步骤 每经过一个步骤都需要给一次手续费 所以Torch的方式它就会更加有效率 如果你要去提供流动性 你需要去购买RUNE的代币 需要去承担这个代币涨跌的风险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风险不小 除了机制上的差别呢 Torswap和Omosis 它服务的对象也不一样 Omosis是给Cosmos生态当中 各个代币进行交易 而Torswap呢 则担任Cosmos 面向其他生态的门面 所以它标榜自己为跨链交易所 这里的跨链 不是简单的Cosmos内的跨链 而是面向 以太坊 以太坊 雪崩链 币安链 比特币 甚至狗狗币上面的这些公链 有些时候我们用Torswap来进行跨链交易 甚至比经过中心化交易所更加便宜 所以如果你要把Cosmos上面的Atom 换成以太坊上面的以太币 可以用这个平台 或者你要把比特币换成雪崩链上的Fx代币 也同样可以用这个平台 简单来说 Torswap是一个采用Cosmos SDK搭建的Layer 1 但是它支持多条公链之间的跨链交易 想象空间挺大的 如果你不是Cosmos的玩家 例如你可能只是一个以太坊上的玩家 你可能也可以去使用他们家的产品 因为它提供的跨链服务 包含了其他的生态 第三个要介绍的项目是StarGaze 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到 前阵子我介绍Dimension空头规则的时候 里头有我们熟悉的Ethereum Solana Cosmos Hub Celestia 而其中还有这个叫做StarGaze的公链 这一条公链是Cosmos生态当中 著名的NFT交易市场 如果你要买Cosmos上面的NFT 那就需要把资金转移到这条公链 然后在上面进行购物 在这条链上去购买NFT 不需要支付燃气费用 但是这个平台的所有NFT 都是以他们的代币Star来定家的 所以如果你要交易 就需要去购买他们的平台代币 这也是他们有用气放弃收燃气费 来赋能自身代币的原因 如果你要购买NFT 方法很简单 点击官网上面的这个GetStar 他们集成了不同的跨链桥 你可以把资金从以太坊跨过来 或者你可以把资金 从Cosmos的其他链跨过来 跨过来之后呢 他会自动帮你买成他们的平台代币 叫做Star 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Omosis代币换过来 0.1枚可以换到4枚左右 点击Review 然后点击Process 就可以正式去兑换了 把资金从其他链跨过来 然后购买了他们的平台代币Star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这个公链的NFT呢 是这个叫做Bad Kids的系列 叫做坏小孩 很多Cosmos的老玩家或者开发者 都是这个NFT的持有者 所以前阵子的时候 Dimension他给空头 他专门拨了250万枚代币 给到Bad Kids 他的代币持有者 平均下来啊 一个NFT的持有者 可以获得250枚的DYM代币 按照现在DYM代币的场外价格来计算 4美金 差不多就是1000美金 如果你当时拥有这个NFT 那么你可以拿到1000美金的空头 目前这个NFT已经有比较大的涨幅了 有些人认为 持有他就可以在未来 远远不断收获空头 所以现在价格大概是4000美金左右 大家可以自己考虑 如果你们要去购买非蓝筹的NFT 一定要有自己的理由 如果你们真的只是为了博空头 那么个人感觉 非蓝筹NFT系列在未来 应该比较难拿到空头的代币 好啦 以上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Cosmos生态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选题 我没有办法在一个视频当中 和各位介绍 这么多底下的供链和项目 所以只能选择三个 有代表性的项目来进行分享 掌握这三个项目之后 Cosmos当中的基本DeFi操作 应该都可以轻松解决了 但是 这并不代表认为Cosmos当中的 其他项目并不值得关注 比如我就觉得 Kugira这个项目和产品很优秀 但因为它和Omosis 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 所以就没有在视频当中多加介绍 以及这个Exceler 它的跨链通信协议也不错 虽然已经发币了 但是底下有很多的生态项目 都没有发币 依然有机会 可以尝试交互 诸如此类的啦 Cosmos的生态很精彩且庞大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视频 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告诉我们 我们争取加大产出 介绍给各位更多优质的内容 我是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